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罗兰 罗兰是香港著名的演员和歌手 她从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进入了娱乐圈 至今出演过500多部影视剧作品 可谓是圈中的拼命三郎 和其他漂漂亮亮的女星不一样 罗兰的作品中有五分之一都是恐怖片或者鬼片 其中更是以7月14中的龙婆最为出名 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童年阴影 其在1983年以及1993年版《神雕侠侣》中都饰演求千尺 也正是因为剧中那怪异的容貌加上古怪的性情深入人心 也让她被观众赠予香港鬼后的称号 罗兰一生未婚未育 多少也是受到了这些恐怖角色的影响 因而她也从未想过离开香港 如今的罗兰尽管没有婚姻也没有儿子养老 但她多年来在演艺圈中付出的努力 以及为人的善良 也收获刘德华张家辉好友的时常陪伴 古天乐更是直接认了罗兰做干妈 每年大年初三都会特意去陪她吃饭 曾有港媒拍摄到罗兰独自现身医院 原来是专程来安排自己的后世 照片中的罗兰打扮得十分优雅 一斤花白的头发更是梳得整整齐齐 她也大方表示自己来是想在去世后 能将遗体捐献给香港大学做研究 希望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加多的贡献 2.高雄 高雄有从未年轻过的演员称号 只因为她从35岁开始演戏 出演了仙鹤沈珍中的蓝海瓶 尽管看上去皮肤还是精致的 但也是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老一些 后来高雄出演了金武门中的霍原甲 获得了巨大的关注 口碑极佳的她更是得到霍原甲后人的认可 被誉为最经典的霍原甲 随着香港演艺圈的落寞 年时已高的高雄也曾经带着家人定居到加拿大 当时网友就猜测她已经在执行退休计划 没想到她并没有就此妥协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 反而这几年她时常出现在浙江恒店 不少剧组的开机仪式或者花絮重点 偶尔捕捉到她的身影 网传她吸引大发 根本耐不住退休生活 尽管她已经头发雪白 但精神十分好 身体也硬朗 如今不用挣钱养家 也不用再看资本方的脸色 高雄想接什么剧本就接什么剧本 真正地把演戏做成了自己的日常爱好 日子也是十分惬意 3.许少雄 许少雄是香港演艺圈中著名的实力派老戏骨 不少剧作中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而她也拿下过不少好成绩 2013年之时 凭着作品《My Shun Lady》 拿下《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最佳男配角 在2014年 因使徒行者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的男角色 尽管该成就不是在年轻的时候获得 但也是风光无限 也许是拿奖以后感受到事业上的满足 许少雄逐渐生出了退休的念头 开始慢慢减少工作 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在她退圈之前 妻女已经在新加坡定居 她退休之后自然也是到国外定居养老 凭着她年轻时候的打拼与努力 在新加坡盘下来市值过亿的豪宅 生活上基本是无忧无虑 家底也十分丰厚 她对女儿也十分宠爱 因为女儿喜欢烹饪 便投资百万助她开店 所幸结果还是不错的 如今女儿想将烹饪事业拓展到香港 早已淡出圈子的许少雄 又尽心尽力地帮助女儿宣传 频繁露面 夫女二人的感情也特别好 4.梁小龙 梁小龙在香港武打电影走红之时 她也是站稳脚的其中一位武打明星 更是以一代陈真成功打入香港四小龙之中 与李小龙、成龙、狄龙等三龙相提并论的人物 当年梁小龙因为某些原因 被逼暂时告别大荧幕 她也并不灰心 通过开餐馆酒楼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后来周星驰邀请梁小龙出演功夫的火云邪神 时隔20年 梁小龙再次接触自己喜欢的演戏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造就了难以逾越的经典角色 如今梁小龙定居在四川生活好几年了 不少网友偶遇到她都是生活节俭 出行开着电动车 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她闲时也会接一些商演的工作 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日常 她还在成都街头偶遇高雄 可以看出来她的精神很好 偶遇老友更是令她十分惊喜 5.袁华 袁华也是武打男星出身 出道前更是李小龙制定的替身 自身的武打实力十分过硬 是香港七小福的成员之一 经典作品有《憨夫成龙》中的包庆锋 《风神榜》中的李靖等 最后还曾在电影功夫中以包庆锋拿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成绩 如今年事已高的袁华带着妻儿定居在加拿大 只见她虽然鬓发都白了 但是脸色仍然是十分红润 和家人在一起的她总是露出最温馨的笑容 可见她十分珍惜这样的天伦时光 也曾有新加坡的网友偶遇圆滑 只见她脸上戴着黑矿眼镜 虽然看上去已经明显老态 但作为七十几岁的老人来说 这个状态已经很好了 6.吴耀翰 吴耀翰可以称得上是香港演艺圈中的初代喜剧明星 不少网友都表示 她的影视剧作品带来了很多欢乐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是《奇蒙妙记》《五福星》中 他饰演的《排气馆一绝》 和成龙合作的《快餐车》 《福星高照》等影视剧作品 也留下了十分经典的角色 吴耀翰也曾经回忆自己走红的巅峰时期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就已经资产过亿 光是劳斯莱斯都有两辆 十分奢迷 原本以为吴耀翰退休之后 能好好地享受生活 他也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香港 去到英国定居 但是他根本住不习惯 就决定还是回到香港养老 没想到他却被自己不省心的孩子拖累 他的两个女儿因为涉嫌违禁品被捕 当时吴耀翰和太太就住在旁边 对于女儿的行为却一无所知 生病中的吴耀翰犹如晴天霹雳 他已经无力去管教自己叛逆的女儿 吴耀翰还生病了 他自曝自己得了严重的肾病 肾功能仅仅剩下一成 需要每天去医院治疗 早年积累的财富消耗得很快 吴耀翰在做完手术后的14天 就立马投入到工作当中 出席了某活动 如此敬业的态度令人十分敬佩 原本以为吴耀翰因为生病而花光积蓄 但港媒曾经估计其身价高达35亿 看到他到老都还努力工作 也难怪他教育儿子要独立 自己挣钱的时候 儿子也并不感到生气 更是常常以爸爸为榜样 努力工作 吴耀翰还曾分享了 自己和父亲吴耀翰的日常 父子二人十分温馨地 去到著名老子好吃面 儿子的陪伴也令吴耀翰感到颇为欣慰 7.黄一飞 黄一飞曾在周星驰的电影中 饰演过许多经典角色 有九品芝麻关中的陈之县 始兄弟中的陈大福 灰魂夜中的铁胆等 每一个角色 不管戏份多少 黄一飞都能将其演得生动有趣 后来还凭借少林足球中的大师兄一角 拿下2002年金像奖和金子金奖的最佳男配角 如今黄一飞定居深圳 还有网友曝光 他出现在某商业现场 只见原本印象中瘦小的他 如今大富翩翩 十分圆润 网友透露 黄一飞还表演了唱歌 看上去精神还挺好 在过生日之前 黄一飞还大摆宴席 只见他身穿一身红衣服 满脸笑容地招待着宾客 身体还是十分硬朗 面色红润 精神尚可 8.李隆基 李隆基可谓是TVB的御用重臣和御用皇帝 时常能在港剧中看到他的古装角色 代表作就有洛神父 寻秦记 神雕侠侣等 同时李隆基还是歌手出身 当年因巨星一曲走红 据港媒报道 李隆基还曾丑办过演唱会 将头发染成粉红色的他 显得格外年轻 在生活中 他与小40岁的娇妻也挺恩爱 两人结婚之后 也震惊了所有人 毕竟跨代恋确实不被看好 网传李隆基后妻曾有机会老来得子 可惜没有守住 李隆基虽然年纪大 但是对娇妻却十分体贴宠溺 将名下的七处房产都转移给老婆 只为自己将来百年之后 老婆也能有个依靠 不得不说 李隆基的晚年生活 可谓是众多同龄明星中 过得最惬意的一个 不仅有钱 身体也好 还有温柔老婆在旁边陪伴 可不乐哉 9.方刚 方刚曾经是观众心目中的大恶人 他在《人在边缘》中 饰演无恶不作的郑戏凤 还因为太恐怖受到观众的投诉 在《银湖》中饰演宋雪礼 更是让人气得牙痒痒 同时 方刚还在几部剧中担任编剧一职 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演艺圈工作的这段时间 也是投入了许多兴趣 后来 方刚退出演艺圈 转战到商场 原本就是生意人家庭出身的他 对于商场也并不陌生 有天赋的他 也将生意做得很成功 但方刚却一生没有结婚生子 反而是任了七个不同姓氏的男子做干儿子 有网友曾经质疑 这些干儿子会不会是为了钱 但方刚并没有过对干儿子们不满 可见他们之间的相处也十分和谐 方刚也因为干儿子们在内地 所以定居在广东中山生活 当然不缺钱的他也置办了豪宅 只见曝光的角落都是金碧辉煌的 装修非常之奢华 满屋子都摆满了价值不菲的家具和摆设 尽管是认来的儿子 但他们都十分孝顺 时常陪在方刚身边的则是其中一位干儿子 汪涵祥 方刚和他就仿佛是真正的一家人 方刚也时常分享一起生活的日常 他也会切身考虑孙子们的未来 可方刚到底也是年纪大了 前些时候他在社交账号上 分享自己的住院状况 照片中的他躺在病床上 双眼疲惫不堪 虽然还可以自己拿着吸氧器吸氧 但也不难看出来 他的精神还是有所欠佳 方刚出院后更是需要坐轮椅来行动 不过身边有贴身的家人陪伴 他似乎也并没有很受到影响 心情还挺好的样子 看完上面几位老牌明星的晚年生活 不少人可能心有感触 或许对生活中的琐事看开点 才能更好的面对人生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 不管年轻的时候积累了多少财富 一旦老的时候面对病魔 也不一定是有钱就能买来健康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哦